當時其實是非常非常風光的一個 前安堂的藥物 這是現在的總統 前安堂的設計行這個設計 我覺得他有點像 類似的陳女士一樣 我想不說錯 對於你的頭髮又如何 你不做十位 做運行 這部分就是我們的一般的民間建築 這麼大的垮階的木構架其實不多 將近有八米長 中間都沒有柱子 這八公尺的一個木頭其實也很難找 它其實在中間做了一個銜接 那中間這個當然有下層 還有這一個銜接的地方有脫損 兩個補牆的部分 一個就是損卯街頭的補牆 一個就是木構架跟木構架之間的 一個銜接的補牆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有漏水 因為有水管的部分做得不好 那水進來之後就會產生乙害 蟲害 舊的材料我們把它整理完 還是留在這邊 我們就用新的材料把它 在立面看不見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整修的覆蓋 所以各位即便看得出來 我們在屋頂整個防水重新做過之後 你在立面也看不出來 文化老屋老材料才是我們老錯 裡面最重要的表演者 現代的技術工法都是要退到後面給它支撐 因為歷史文化跟時間 是我們修老屋非常重要保存的 我們絕對不能破壞它的潛在文化的資產 為什麼這邊會有個損卯呢 這邊也有啊 這邊也有 當時其實分隔三個不同的空間在使用 那後來因為 變成前安檔的這個太陽餅了 它需要大空間把它拆除 但是拆除完以後 我們要留下歷史的遺跡就在這裡 那當年的空間的使用 有非常的有效率 是當年留下來的閣樓的木架架 其實這個空間也做過出廠空間 左邊右邊沒有 但是重點重點 你看這個有插到牆壁裡面去 只要把屋頂做好 把漏水做完成 這個案子 大概基本的屋頂的結構已經完成了 未來第二期 我們持續去做屋頂的 屋瓦的這個保存 跟整修 跟立面的整修完了以後 這個前安檔就會再有一個 前安檔二點年的全新風貌 用來自探索 用來自探索 用這條多了 道具 用來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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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自探索